刚刚讲到莫德纳 就是又是这个特权疫苗 特权施打 因为很多人在等莫德纳 我想我身边有一堆朋友 包括我妹妹也是 一定现在就是傻眼嘛 因为就是说他给第二类的人 这些官员先打了第二剂啊 那你其他你就说是400多万 而且很多都是青壮年 他就只能够痴痴的等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逻辑 这个很不合逻辑 也就是说口口声声在喊的是 是追求群体免疫 现在是不追求群体免疫了吗 也就是说不是人人 应该都先打第一剂吗 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没打嘛 因为也都是不符合资格 好 假设说我现在有100碗饭 我只给50个人吃 那另外50个人全部就活活饿死等死 他现在是这种概念吗 不是就是这样吗 因为其实前阵子 他不是用了一个公式 叫做祭次人口比吗 他那个也是非常的巧妙 因为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把第一剂 跟第二剂的涵盖的人口 去做一个分别的计算 我们是把它分开 他现在哪个加一起 没错 一剂跟二剂加起来之后 那数字漂亮一点啊 我那个数字当然好看啊 所以变成说你看哦 这些中央官员好了 他们现在如果第二剂都打好打满 我也是对于这个数字 有一个贡献 你是不是要提升 但问题是打的人还是那些 我们很多人是第一剂是打不到 所以我觉得现在那种 大家人民那种不满 跟那种被相对那种剥夺感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 就会觉得说到底凭什么啊 你们现在是怎样的 中央官员你蔡政府的 血统是比较尊贵是不是 很夸张你是比日本 比日本的皇室 这些人的血统都还尊贵吗 人家皇室的成员 都还是跟着人民一样 按照年龄的顺序施打下来 你到底凭什么去插断 而且重点是 这些中央官员 我相信他们很多都在冷气房嘛 他们很多一定不会像什么 我觉得地方的有一些官员 他们可能还比较有机会 可能进出医院或是可能进出一些疫区 他要去做一个视察 还有点可能 但中央官员我觉得很多 他都偏比较行政或是内勤的人 他基本上他不会去那些地方嘛 什么医院呢 疫区 然后去接触一些可能的感染者啊 确生者 我觉得他们的风险没有那么高 但你为什么这些人 你还可以去打第二剂呢 而且你打第二剂 你再晚个几周是会怎么样吗 其实基本上他说再晚个几周 也不至于差到太多 但你为什么不能够为了人民着想 你真的忧国忧民的话 你不能够为了人民 你稍微自己慢一点吗 我先 政管会让多一点的民众 可以先去打完第一剂 我们这个后续我们再来看嘛 各国现在先追求的 也都先把第一剂先打完啊 不是吗 对啊 普及性啊 对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这政府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它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很多事情 它好像有在为人民着想 但其实它做出来完全是反方向 或是它其实根本就没有 真的去为你着想 它很多事情其实是为了 他们自己的党的利益 或是它可能为了 它自己选举的利益 它去做了一些考量 然后去做出这样子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最夸张的地方是 其实对于第二类哦 他们把自己排在那么前面 而且第二类人数是不断不断的膨胀 一直在扩增 不知道在扩增怎么意思 然后要去跟他要名单 他也不会给你 讲到这个就很有趣 前回我跟你说 我们前阵子在七月的时候 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 我们去所资 去跟各部会所资 我们就说 因为你给我们看一下嘛 你们部会里面 是要了多少疫苗的量啊 施打人数大概怎么样啊 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他们开始说 不好意思什么 公文量有点多 现在还没办法去处理到 这个我上礼拜我也骂过 我想说是骗人 没有在公家机关待过是不是 通常这种民带来要资料 你都不太敢拖 而且拖三个星期 而且拖三个星期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 就是国防部说 不好意思这是国防机密 现在通通都是机密就对了 还有部会说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造册啦 不晓得没有造册 然后你们就直接打 这合理吗 很夸张 然后像现在卫福部 我觉得卫福部现在有点 他们可能有点害怕 我们去监督然后攻击他 他现在我们跟他要个所资 他们要层层牵合要盖十几个章 一定要盖到层时钟 他才会把资料给我们 很夸张 所以我们现在要资料 我们有一些是从六月初开始要 要到现在六月初啊 到现在还没给哦 天哪 很夸张 就是说什么 已经到八月准了 就是很多还在牵合中 公文还在跑 大家有印象就是说 公文跑得比病毒慢 我真的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经典 他们怎么可以行政效率这么差 一方面让人家觉得行政效率很差 另外一方面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压根就不想给你 因为一旦给你之后 不好意思 事情被打扛了 我们当然在野党一定会冲上去的嘛 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做出 这样子的决策 他们就害怕被攻击 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方式 就是推 拖 拉的战术 一直在这样做 可是你刚刚讲到了病毒 病毒管你啊 病毒跑得可快了 我看到因为现在确诊年龄下降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确诊数下降 但是确诊年龄也真的是啊 20到39岁的年轻人的染疫的比例 增加了差不多三成 可是你刚刚 我们刚刚讲嘛 这疫苗打不到啊 打不到这个年龄层嘛 对不对 那大家不满啊 就是说明明我们都是纳税的主力 我们是纳税主力 我们天天都要上班 天天都在移动 甚至天天都在接触人群 都是高风险 可是我们等不到疫苗 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 我们其实今天早上就是立院党团这边 我们自己也开了一场记者会 然后里面就有特别帮一个族群去争取 就是所谓的30到49岁 是吗 对不对 就是中间劳动力这一个族群 而且他们号称所谓的三民治世代 为什么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都要养 没错 但问题就来了 除了刚刚千惠讲到的疫苗打不到之外 他还有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可能大多是他有家庭 他有小孩的 我小孩子我没办法送去安亲帮 我没办法去拖幼 但是我又要上班 那到底谁照顾小孩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纾困 他可能因为年资的关系 他连纾困他想领都领不到 另外就是在上班的事情 因为很多可能变成是无薪假 他可能被减班 所以薪水也减少 种种这么可怜哦 他还是打不到疫苗 然后现在又因为开放BNT 应该会先给12到18岁开打 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引起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所谓的中间劳动力这个族群 反弹啊 很大的反弹 其实真的是蛮反弹 但我必须去讲 我觉得大家不是想要去跟这些学生 可能去计较这个所谓的 疫苗施打顺序 我觉得大家真正 而且这边有网友说 偷打疫苗跑得比公文快 对啦 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 我刚刚提到的是 我觉得其实30到49岁 这一个族群 我觉得大家不是想要去跟年轻人计较 或是去跟学生计较说 你们怎么可以先打 我觉得不是 而是我们真正在乎的是 你政府怎么会让疫苗来得这么慢 而且大多还是人家捐赠的嘛 不管是国际捐赠 或是民间捐赠 你就会觉得 哎 奇怪 你们之前自己花的那笔 340亿的纳税钱 我到底花到哪里去 哎 到底进谁口袋 你给我说清楚哦 哎 不要再问了居心否则 对 什么话都可以说你居心否则 我觉得这也太好回 我现在是怎样当官这么好当是不是 他只要一句话就直接给你打回去 然后而且重点是 他那个姿态还可以摆得很高 对 对 我觉得完全没有那种 人民公谱的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导致到 其实很想要去问他一些细节 或是去问更多内容 但是我们要不到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 民主体制的崩坏的开始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有一种 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大家好像觉得 哎 一次两次好像 你监督的民意机关立法院 你监督不了哎 所以有人说立法院是不是要废了 因为真的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像比方说 你动弹不得 大家说不然去游行啊 没有 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防疫期间 你去游行 他不然给你抓起来 重点是像之前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政府现在对于人民的游行 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无动于衷 像之前反来猪的秋豆 我相信千惠也很有感 那个时候五六万人 他也是上街 五六万人 八百一十七万的零头都不到勒 他会在意吗 然后总统府那个剧嘛 微操外面 就是让大家完全没办法接近 代表总统根本没有想要听 你们这些民意的意思 就是说不然你们就去游街 走一走好了 大家散会 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最夸张 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说 以前民进党反黑箱 现在挺黑箱 以前国民党 他们稍微脸皮可能薄一点 对 应该薄蛮多的 对 薄蛮多的 他们就一辈骂就说 好啦好啦 我们赶快找个人 你不知道辞职下台啊 负责啊 没有现在民进党就说 做得稳稳的 牢牢的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一句话带过就没事 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天差地远 现在真的是他们完全执政 我们在立法院想要监督 完全就是在野的势力 加起来也没办法过半嘛 所以这个真的是 现在非常大的问题 对 而且现在就是主政者 包括你说陈时中 你说那个第二类啊 为什么可以现在打第二剂呢 他就是大刀一挥啊 他说了算啊 就是这样啊 那问题是 你说好啦 这个他们都有目的性的哦 就是说其实都是为了高端 为了国产 但也没关系 可是你一来 你这个东西你说服力 你没有拿出来嘛 保护力的东西 那我怎么知道我打了之后呢 能不能保护呢 这是第一个 所以大家还有高度的疑虑 那第二个也就是说 你凭什么拿人民 拿我们的纳税钱 所谓去护航 甚至搞不好图力 对不对 所谓这些民间还是民间哦 民间的升级公司 对 其实说老实话 它虽然是民间的公司 但其实它是有跟政府领补助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 对 还有拿补助 对 你既然拿了补助 那你应该就要公开的接受 民意代表监督 你就是应该要去接受 立法院的监督 所以我们在野党去 跟你要资料的时候 你应该要尽快的给回复 而不是说拖了好几周 甚至拖了一两个月 然后每次都被已读不回 重点是它就觉得一副 也没关系 反正要不然你能怎么样 它现在就是这种态度 要不然你能怎么样 我就是选上不然你想怎么样 所以它现在就是 坐得牢牢的稳稳的 当然可能我觉得 最近他们有发现到 可能在民调上面有一些变化 他们的确是有点警觉性的 因为特别像近期 可能像戴智颖的事情 很快就道歉咯 之前死了700多人 或是死几百人的时候 你怎么道歉都没这么名 你是拖拖拉拉拉啊 然后勉为其难 没错 苏贞昌跟陈时中 大家印象很深刻嘛 那个民意代表就立委 一直说你们应该应该道歉 我是觉得其实那个怎么样 就一直在那边推托拉 后来才好不容易 勉勉强强的道歉 然后其实当时像这个 好像大概死300多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蔡英文 她也是一直去关心 可能国外的事情嘛 然后什么关心志春剑啊 或是可能关心 拜登的狗 在美国这边啊 捷克啊 就是 就大家其实心里会觉得 很奇怪啦 会觉得说你到底心里 有没有人名嘛 都已经这么严重 死伤这么惨重的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不尽快的道歉呢 可是这次因为可能 触及到他们年轻选票的问题 非常快速 第一时间所有的高官们啊 总统副总统啊 然后苏贞昌院长 她赶紧道歉 你就知道他们其实真的是 大小眼到不行 所以像我们这个 所谓的30到49的一个 中间年龄层啊 Selena 真的像这种态度 Selena 而且一片呢 就是他们说 而且他们感觉就是信口开河 你口说无凭啊 包括我们讲说 你保护力就是没有公开 你就是没有让我看到这个数字 所以陈培哲才会说 他公布那个什么综合抗疫 看都不想看 对 那可是李秉颖医师 居然可以说 保护力可以打九成 他还跟那个Novavax 那只疫苗来比 所以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大家已经开始喊顺口六口 打高端爱台湾 感觉反正高端疫苗 也等同于是小鹰疫苗了嘛 对 你等于是你打了小鹰疫苗之后 真的就可以抗疫吗 可以防疫吗 那我要请教这个宝宝 就是说 到底多少人会去打高端啊 还有就是说 会不会出现拒打潮啊 我觉得会耶 其实我觉得 环打潮这件事情 应该是会出现 因为如果到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疫苗 可以选择 那大家一定就 嗯 好吧 那 没有其他疫苗 没有哦 你看 1500万剂的 9月9月 可以等一下 还有今天 今天不是才宣布吗 说我们政府加购了 36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只是他说 从第四季开始到明年嘛 但其实3600万剂 我觉得人民现在都不信了吧 我觉得大家现在 我觉得其实因为蔡胜甫 我现在那个公信力已经是 整个下滑非常的多了啦 大家现在基本上他讲什么 我就觉得 哦 好 我听听就好 就那种感觉嘛 因为你之前 我之前给你一年半的时间 去给你超前部署 你部署成什么样子 然后疫苗到货率这么差 而且你为什么会 已经变成你知道 就化缘国家队嘛 而且重点是他脸不红气不喘 还会把它变成是自己 收割成自己的功劳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 之前就是美国捐赠 赚250万季莫德纳的时候 小美琴啊 蔡总统 不是第一时间 哦 赶快出来收割 后来媒体的报导 路特色的报导 说是因为台积电去争取 这件事你们好不好笑啊 就是很夸张 就是每次就是真功伟过 真的是第一名 我觉得真功伟过 完全是民进党的座右银 很夸张 就是其实高端疫苗 真的说老实话 我其实周边很多的朋友 也是不敢相信 然后也是一直很担心说 完蛋了 我们会不会真的 只能够去打高端疫苗 不分蓝绿白吗 真的不分 我觉得已经完全不分颜色 其实包含像 我有一些比较青绿的一些朋友 他们也是就是最近就觉得 这个执政党怎么疫情期间 感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特别比方说攻击在野党 连他们都快看不下去了 就觉得你干嘛 攻击台北市是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到底现在谁在执政啊 你在监督在野党 真是怪了 大家就满头问号 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不可以就好好做事就好了吗 所以其实很多包含 因为如果你去看D卡 整个论坛上面 他们是年轻主力嘛 都是大学生 也是整个风向转得非常明显 所以 可是D卡会不会也要被打成 下一个中共同路呢 之前那个景专节的 那个被刪文的事件嘛 对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景区 而且因为PTT就被破红期啊 对 PTT也是被抹红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 民主体制的崩坏开始 又或是言论自由开始被限制 我觉得其实真的都非常的可怕 很多人都讲说 没有啊我们就是民主自由 我们是民选的啊 哎希特勒也是民选的好不好 但是当你 我刚刚说到温水煮青蛙 刚开始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 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他 设下那个陷阱里面了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被监督 他就是完全不理你的任何的诉求 即便你是民选的民意代表 我也不想理你 反正你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我觉得已经就是一个 独裁的体制了 是 我觉得其实就是 完全就是包着民主自由的一个 包裹一个糖衣在外面 但其实它实际上就是所谓的 独立的 独裁的这个极权的政体 你说到这个也是啊 其实地方现在都还是讲说 我们要买疫苗 我们要买疫苗 不管是国民党的四个县市 然后当然立刻被打回票 说不开新专案 因为够了 不准 那台北首长克文哲呢 他也说要直接找美国的疫苗大厂 他买的是第三剂的疫苗 甚至不排除跟新北市一起合作 但你觉得中央会放行吗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啦 说老实话 连之前郭董跟慈忌 可能都已经卡了好一段时间了 连他们都没有所谓的什么 太多政党色彩 政治的包裹 都被挡成这样 都被挡成这样 现在其实国民党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这些各县市 他们的一些县市首长 想要一起来合作 然后去争取疫苗 现在就已经跟你说 我疫苗就够啦 他很明确就是 那个态度就摆在那边 他其实就没有想要让你去懒 这个功劳 或是去收割任何跟疫苗相关功劳 因为他们发现到 疫苗这件事情 人民非常的重视 因为是跟我们的人生安全 是有关系的 如果这个这么重要的功劳 被你给懒下来的话 我明年选举还要玩什么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心里 都一直有这样的打算 那我必须讲 北市府其实对于第三剂疫苗 现在都还在讨论当中 那如果最快真的要编预算 也要到年底 因为新年预算已经过来不及了嘛 所以你一定是 今年年底编预算 然后可能明年去做一些 采购的动作 但现在都还在讨论当中 可是我必须说的是 第三剂我觉得是 可以去超前部署 没有错 对 没错 因为现在整个病毒 非常的可怕 一直变种一直变种 那其实点上可能之后 这种已经流感化的新冠病毒 你可能每年搞不好都要定期打 已经搞不好不是打第三剂的问题 是要一直定期打 所以我觉得第三剂的确要去超前部署 但是这个应该是中央政府 要去担心的事情 那其实柯P他也讲了一句 很重点的一句话 他讲说如果中央政府做得好的话 又何须用到地方政府呢 对啊 那你中央你不是好 他现在的确说什么 我已经开始买了什么明后年的 什么次世代的疫苗等等的 但是我真的会觉得你一直说 我们买够了买够了 可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在这边 就我们两个多少人 到现在都还是打不到疫苗 对啊 就是让人民没有敢 就是无敢 就你虽然口头上说 啊 疫苗够了 我们都有在超前部署 大家不要担心有政府会做事 大家相信就对了 可是没有啊 我就是打不到疫苗 重点是我打不到疫苗 对啊 你一直告诉我够了 没有啊 就轮不到我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相信政府 现在讲的话到底是真的 还是只是胡我的 还是只是大内宣 包含像现在很多纾困 也很多都领不到啊 对 他名义上面跟你说 大家可以领得到啊 大家赶快去申请啊 但很多人就是一直被卡关 对 你的资格订得那么高 那么不符合这个人情事故 很多人想领是领不到 甚至他可能变成说 一直备用什么市价年价去扣 那等于是变相在扣薪啊 对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政府真的有时候 都不要只是喊口号或是大内宣 你要真正做到让人民有感的事情 对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 其实这两天的消息啊 就是日本 那日本政府目前呢 正在跟意大利还有法国希腊 大概差不多十个国家在洽谈 希望呢能够早日让各国承认 日本的疫苗护照 你讲到疫苗护照这个 我给你讲那我们的高端 我们的联雅 应该没机会吧 对不对 国际上谁认你呢 所以搞了半天其实到现在为止 你通过EUA又怎么样 我们是关起国门 自己玩 我觉得真的是自己玩 因为说自己玩得很开心 重点是还玩得很开心 觉得说哇 好棒哦 我们有自己通过EUA的 这个认可的疫苗 因为我们以后要走到国际上 目前看来你还是要打国际疫苗 基本上现在看起来还是这样 因为大家如果只认 那个疫苗护照的话是啊 而且现在高端疫苗 有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因为其实陈时中他有说 我们会滚动式的去监看 每个月你都要回传 所谓的安全的评估性的 一些相关的报告跟数据 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收回EUA哦 诶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拿人民当第三期白老鼠是不是 对 他这边很明显就是 让人民来做他们的试验品嘛 做实验品嘛 这个很夸张啊 那另外就是现在国际上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得到认证的话 对 我们现在是要直接锁国吗 我觉得也没有道理啊 不可以这样子 那好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假设如果真的到时候 大家没得选 我只能够第一剂 我先打国产疫苗 如果第一剂打了国产疫苗之后 我如果第二剂再打AZ 或是我再打莫德纳或BNT 那这样国际上认不认可 对 我觉得很担心哦 我害怕的是你只要其中一剂 不是打到国际疫苗 你可能就出不了国门 或是你没有办法去国际之间 做一些旅行或是一些 恰商啊 恰工等等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大 因为其实昨天有 这个他们被问到嘛 说那高端疫苗 可不可以做混打 所以他有说 这个可能还要再做一些 本土的一些小型研究 我才能够知道哦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黑箱 不是 还是还在算啊 还在算计啊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有时候算计 就是适可而止就好 真的不要多 你知道太多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你到底在干嘛 就是其实选举年还没有到 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么急 其实像之前就是台北市 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 被攻击得很严重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 现在是2022提早到了是不是 一直有一种错觉 我现在说今年是2021 开战了 选战 已经在选战了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 他们最近有稍微好一点点 有吗 好一点 稍微缓下来 我觉得是好事 就是不要太夸张 因为其实太多这种政治的操作 其实人民反而会非常的反感 所以我觉得真正 应该要赶快告诉我们的事情是 高端疫苗可不可以混打 那就算我真的混打 我到底出不出的了国门 这个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 如果你都没办法讲清楚 那我很抱歉 到时候就算你开始来生产制造 然后开放人民施打 大家也不愿意打 不愿意打的一个情况 大家就宁可在那边耗啊 等国际疫苗 就一直耗到9月 可能是等BNT进来 能力一点人 他说那我出国打 对 再等不下去就直接出国打 这大概有以前一点的 可能就出国打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会愿意等到9月的时候 看BNT是不是可以进来再施打 在我们发现眼光避 同学来展现 pillar 与火鬼打 但是可以与火 wal 我做什么办案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